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困难的任务将是难民潮 同土耳其政府的共同合作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们的利益是将想要离开阿富汗的潜在难民留在当地 我们会为他们提供帮助 但不是将问题带到这里 所以在土耳其以及巴尔干难民路线上的国家 需要再次恢复共同合作以及亲密关系 使我们能够保护匈牙利对抗难民危机 总理欧尔巴维克多在科书特早节新闻节目中表示 在500名已接种疫苗的人当中 仅有一人依旧被病毒感染 而且症状比未接种疫苗的情况要轻得多 他强调接种疫苗能够拯救生命 其抗击病毒的有效性是压倒性的 这就是为什么让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接种疫苗非常重要 他补充说 从9月开始将进行另一场疫苗接种活动 主要是让所有人都带一名还未接种的人前去接种疫苗 罗兰大学科学学院院长在ME电台表示 在一两个星期内 第四波浪潮也可能到达匈牙利 卡兹科威奇·伊姆雷谈到了一个事实 D-Delta变体比以前更具传染性 虽然接种了疫苗的人依旧能被传染 但他不会像未接种疫苗的人那样出现严重的并发症 他强调 那些还没有接种疫苗的人一定会被感染 不能再相信群体免疫 负责假期安全和顺利运行的行动小组负责人 科娃奇·佐尔坦在他的公共主页上写道 8月20日有近200万的游客观看了国庆节的活动 他强调 这是今年规模最大 最成功的一系列圣史的分节庆祝活动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虚压力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借助疫苗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